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全日總結的環節 先跟大家跟進亞太區股市收市的表現 日本股市方面今天是假期優勢 而韓國收入綜合指數跌了1% 收補1820點 跌了19點 而台北加權平均指數跌了96點 收補7480點 跌幅1.27% 看看內地股市 上證指數跌了14個月以來的低位 亦以全日的低位收市2437點 跌了44點 跌幅1.8% 互深300指數跌了2% 跌了54點 收補2679點 而深圳城市跌220點 跌幅超過2% 收補10657點 看看港股的表現 港股今天表現一般 開始下跌 上午高位見過19247點 曾經最少跌過208點 但臨近美市跌幅顯著擴大 低位見過18876點 收市跌2.76% 報18917點 跌537點 國企指數跌382點 9866點 成交價方面 今日有535億 和大家跟隨主要籃籌股收市的表現 匯控跌2.6% 報62.9跌了1.7% 中移動跌了1毫 做79.1毫 中國銀行跌了1毫 2.82 工商銀行跌了2千 4.57 建行跌了1毫 5.52 港加索跌了4.5 135.3 新地跌了2.3 做100.9毫 長實96.75 跌了4.1毫 而中銀香港跌了6毫 1 做19.84 而中銀行跌了7毫 18.4 游股的表現 中海游跌了5毫 做13.3 中石化沒有起跌 7.5毫 中國銀行跌了1毫 4.33 中國海外跌了9毫 12.62 而騰訊控股跌了4.9 做173.4 請來我新的嘉賓 來自耀才證券的高級分析員 直月輝先生 Stan你好 不如說說 施折 是跌幅最大的籃籌股 跌了19.8% 9.8 跌成2.42 其實最後10分鐘左右 看到股份不斷向下沖 待會還見過9.63 好像轉過頭來 沒有那麼多 其實怎樣看這隻股份 基本上以藍籌來計 幾日跌幅已經是由18元到10元的水平 基本上以12億跌幅來計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哪個藍籌跌得那麼厲害 沒錯 但當然 你看到私事的情況 始終大家都會比較 或者是留意到 本身 你說公司經過今次的業績 大跌九成八之後 亦都是公司 反映之後的時間 會有個重塑品牌的情況 當然 你看到現在 大家看到私事面對著問題 基本上 就已經由 之前大家比較關注 一些個別地區發展的業務 主要就是 究竟能否重塑品牌效應 但只不過在這個情況裏 其實可以說是既痛苦而漫長 短期裏 基本上幾難見到 重塑品牌之後 帶出來的效應 而公司本身 在未來來說 當然是2014年 2015年 才會重塑品牌的時間 所以 在這一兩年裏 我認為私事本身的業務 都能源處於一個 重組的初期 所以 在前景上 我自己個人 對他的前景 還不是那麼樂觀 再加上 如果再想深層的話 現在私事調到這些水平的時間 其實你見到市值方面 基本上已經是 成文股裏面 接近是一個 比較低市值的公司 雖然在之後的時間 其實不排除私事 也可能會被擊除成文股之外 可能會被踢出成文股 雖然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個人覺得 對私事的股份 在前景上 我自己真的不是那麼樂觀 好 看看窗口股 好 利豐也是跌幅第三大籃籌 都跌成超過8% 13.02元 第二隻跌得最多的籃籌股 就是18.98元 中梅能源 早上停牌 停牌前跌成16.8% 8.26元 待會見過8.22元 山西有些抗爛 令到股份急跌 其實整個板法 今天都表現一般 大家一起看看 神華方面 跌1.3% 33.75元 演奏煤跌3.7% 19.92元 行頂跌5% 3.32元 首鋼資源跌1.8% 3.22元 怎樣看呢 其實這些資源 抗工廠 經常都有些抗爛 之前好像印象中 還是紫金都有些情況 都可以這樣說 這次的抗爛 我想你暫時看 對公司的影響有多大 真的要到時才知道 因為你說等公司的公佈 但初步看 你看到中梅能源本身 山西方面的煤炭 如果看今年的上半年的情況 其實山西當地 佔煤炭的總產量 是有八成那麼多 所以今次 如果萬一停產 對公司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暫時看 都挺難評估 但相反 這些事件 其實都要說 是一些個別的事件 對於整個煤炭的版法 我覺得 影響真的未必太大 相反 經過今次事件之後 因為山西本身 也是中梅能源的 一個產礦 一個產煤炭 一個比較重鎮 所以今次的事件 如果萬一停產的話 反而對於餘下的時間 即內地方面的煤炭價格 可能會因為需求量 本身都是煤炭的旺季 所以經過今次事件 反而令煤炭的價格 有機會會更加推升 我覺得反而你調整 這樣想的話 反而對一些煤炭公司 相對比較有利 但當然 看整體上 暫時看煤炭的版塊 似乎是最後的情況 但今年來說 暫時初步看 仍然是比較深恨樂觀 所以後市 你看看餘下的時間 我覺得煤炭股 暫時看 又不需要看得太悲觀 但事實上 短期的波動 我覺得最難免 一個政策 可以令股份升 政策停了 亦會令股份大跌 講的是家電股 有傳達家電下鄉 可能在11月尾就會結束 相關的股份 今天大跌 一起看看收市表現 看到創為數碼跌成15% 3.41% TCR當媒體跌接近10% 2.3.5% 可以電起了 跌成16% 5.8.5% 低位見過5.1.1% 亦創了52週低位 指高和海信科輪跌超過6% 另外有戶人家電跌成10% 怎樣看 你說家電股本身 可以這樣說 再看消息 家電股份的政策 在11月尾就完結了 但這件事其實不是很大的新聞 說真的 這個消息 其實在內地方面 或者政策本身 都是預計在11月尾會完結 所以這些消息 可能市場有些叫後指後割 當然你看這個板塊本身 如果撇除政策的幫助的話 當然消息上的情況會有影響 我覺得是要觀察的 但加上這個板塊 我們處理了這個板塊本身 其實在12月尾會有些 關於家電的一些政策 會扶持 所以我覺得 你說短線裡面 其實都可能仍然都受到 這些政策的一些 因為消除了而動盪 但你在長線看 我覺得你在12月尾會有些 政策的問題 會幫助家電板塊的發展 我覺得 你在長線看 我覺得不是那麼淡 但短線裡面 可能仍然都不排除 所以有機會再做一些比較大的震盪 我們看到今天只有三隻 銀子成份股 即是煤氣 港鐵公司和東亞銀行 是升的 其他全部都跌 除了中石化是沒有起跌 怎樣看這個市況 始終你看到市況方面 仍然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就是希臘方面有債危機的情況 所以短線裡面 始終大肆仍然有比較大的隱憂 在希臘方面的情況 而且在QE3 即是聯署局方面 在之後的時間 都會有個會議 會進行的 但你是不是真的會出QE3 我自己覺得 暫時仍然有機會 可能一半一半 所以對於後市來計 我個人看法 都可能比較偏淡 不排除今個星期 如果你說這些形勢 再惡化的話 有機會再試試 大約1628這個位置 好 那些投資者 都是以沽網的態度為主 沒錯 謝謝Stanley 都要申報一下 剛剛講過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